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大家好 我是宏准 歡迎收看我們的台股直播室 我們盤中與您一起來看盤市 今天台北股票市場盤中 目前上漲24點 那這個盤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現在的盤是受到川普的影響 震盪的非常劇烈 那如果說你昨天晚上 你有看到俄羅斯股市那個走勢 你真的會嚇到 怎麼一個晚上可以跌12% 可以跌12% 因為川普一句話跟他講說 我現在要制裁你俄國 所以俄國股市就中錯了 那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亂源 最大的亂源其實就是在美國 而且就是在川普這個總統身上 所以他的形勢作風非常的詭證 變成說我們很難去預測說 未來整個股票市場的走勢會有多震盪 但是也因為非常的震盪 就容易形成一個底部的完成 我常講說利多會側頭 利空他會側底 那因為你有很多的利空打壓打壓打壓 當你壓不下去的時候 那個就是真正底部完成的時候 但是在那個打壓的過程 指數方面不會有太大 或是不會有太大的表現 所以我昨天在我們的傳承稿裡面 我有跟大家講說什麼 現在的盤就是一個指數盤整 但是個股表現為主 所以當你看到指數盤整的時候 這裡會做一個資金的移轉跟輪動 在移轉跟輪動的過程 你一定要抓到市場的主流在哪邊 否則你會看到一個情形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你就知道了 現在大盤指數 我們把下面那個格子消掉一下 我們看漲停的加速是11加 跌停的加速是13加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麼特別的現象 所以現在跌停板 雖然指數是漲的 結果跌停板的加速 比漲停板的加速還要多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因為現在市場的資金 正在做一個移轉 所以我買了A的股票 我自然要從B股票這邊去掉現金出來 所以他就會去賣了B的股票 然後來換到A股票上面去 在資金在移轉的過程之中 是不是造成有一些股票會大漲 但是有一些股票會大跌 那你要怎麼去抓 那個資金的流向跟方向 你就要看整個市場上面統計出來 金流是往哪邊在做移動 因為只有資金的流向 它才會告訴你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那我們一直用什麼方式在做 我們一直用股市金流圖的方法在告訴你說 現在資金的流向到底是怎麼流動的 所以我昨天我們在傳承稿裡面 是不是也跟大家講說 現在的資金流向除了貴買生意還是很強以外 那第二個就是誰 這個是什麼 貴買電機機械啊 貴買電機機械嘛 所以這些資金就往貴買電機機械流動的時候 你就要跟著那些資金在一起動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大盤 漲了0.18個percent喔 0.18 但是電機指數卻漲了2.43個percent 它就是相對強勢的指標嘛 所以呢你看到2049的上銀 現在是不是突破488塊 再創新高耶 那1597的值得表現也不差來到200塊了 這就是市場資金移動的過程 它會產生的現象嘛 那你怎麼去抓到那個資金的流向 你就要靠股市金流圖嘛 那這些金流的東西呢 你要經過計算之後把它統計出啊 它就變成一整個市場金流的動態 那你要觀察這個動態去尋找個股 你才能夠百萬為失嘛 所以呢操作它是有一套公式 跟方法在做的 投資最常見的三大困惑是什麼 你對於指數不會判斷 你判斷不了行情 現在是走多還是走空嘛 第二個你抓不到主流 你連主流都抓不到了 那你怎麼會知道說 未來的機會在哪邊 第三個你的買賣依據 根本就沒有一套依據跟方法的時候 你常常就會想到就買一下 人給你報費你就不會買 然後到老的就不去管它 那不管它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它股價一直在跌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這些資金都是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啊 你所耗費的成本有多龐大 你自己沒有去計算過而已啊 對於行情啊 我們一定要像狼一樣 在股票市場的操作 你不能是羊啊 你要是狼啊 就跟這一批兇狠的狼一樣 對於行情你要有嗅覺 對危機你要非常有感覺啊 對獵物你要表現得非常果決嘛 所以你有沒有去嗅到危機在哪邊 你有沒有嗅到未來的商機在哪邊 所以我昨天啊 我特別用一則報導跟大家講說 你要特別的注意說 有一些族群正在移轉移動嘛 我告訴大家說 板卡 板卡族群是不是在做一個改變 所以你要特別去知道說 現在資金的流向是從某一些資金啊 開始在撤出 那他撤出之後 他開始往新的族群再做移動 當你能夠了解這一套過程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未來的機會在哪邊 你就不會茫然 你就不知道說 你就不會講說 為什麼我買的股票都不會動 明明他很好 我沒有說你的股票不好 你的股票都很好 很棒 問題是現在資金不買他 他就是不會動嘛 很簡單啊 所以手上滿手股票 真的是很好 你希望他等他配股配息沒問題 那你就是長期持有 但是呢你不要做 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本來想要做短線操作 就又變成長線股東 那就很麻煩啊 你的資金被卡住了 操作上面就會有困難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套公式跟方法在操作 千萬不要當羊啊 因為你會被人給吃掉 你一定會被人給吃掉 那我們的操作跟方法很簡單 就是看市場資金的動態在哪邊 所以昨天跟大家講說板卡族群他在做移動 但是他這個移動不是移入而是移出嘛 所以你看到5386的青雲 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你要特別小心喔 他已經在轉弱了嘛 今天是不是跌停板 還有誰 2465的立台啊 今天也是打到跌停板啊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難道說板卡族群真的開始轉弱了嗎 還是說他整個產業面已經出現了改變 昨天在節目上面我都很清楚跟大家講過 現在的板卡 因為中國那邊出了挖礦機之後 中國那邊準備要出挖礦機 那這個挖礦機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它的效能比較好 耗電比較低 成本賣的價錢又比較低 那未來整個板卡市場呢 會不會被這個挖礦機的出現而被打壓 那現在其實整個市場上面賺最多的 就是整個市場上面 是由誰開始帶動起板卡族群的上漲 只有一檔啊 叫做6150的焊訊 但是你們通通不敢買它 你們只敢買什麼 落後補漲的那些 那這些落後補漲的族群啊 落後補漲的個股 當這個產業開始出現改變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率先起跌 我不是叫你去空它 千萬不要去空強勢的股票 但是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你可以有那個機會去避開它 把你的資金移出來 把你的資金挪出來 挪出來之後你可以做更有效率的運用嘛 那你更有效率的運用 你就要找到未來的題材在哪邊啊 所以你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要先找到你要先有領先市場的思維的想法 否則呢你就只是人云亦云跟著一群 一群盲蟲的羊在動而已啊 那這些動作啊 這些那些盲蟲的羊它會讓你賺錢嗎 它真的能夠帶你獲利嗎 還是一起跳下那個你未知的深淵啊 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你要找的是一個團隊 你要找到一個懂產業 又有技術分析的能力 又知道現在資金流向的團隊啊 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個投資的新典範 投資的新典範嘛 所以我們告訴你的內容 告訴你的東西 都是市場上面絕對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花了很多的心思 甚至率領整個團隊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那因為這些研究的成果 它是我們所付出來的心血 我們才會有辦法告訴你說 現在市場上正在流行的內容是什麼 否則你怎麼會知道說 像這樣子的消息一出來的時候啊 你怎麼樣懂得知道應變啊 好的公司不一定會漲 但是會漲的公司一定有錢在買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未來的主流跟方向嘛 比如像我們在3月6號的時候 是不是告訴大家說 貴買生技族群是很特別的 它現在居然兩年都沒有在動的 兩年都沒有動的 貴買生衣居然出現了資金轉入的現象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天而已 它是好幾天的時間 一直都有資金在轉入的現象嘛 3月7號是不是也出現了資金轉入現象 所以這些資金在轉入移動的過程 它是不是就會形成一個主流 所以你回頭再來看 3月6號的時候 你如果那時候就看到貴買生衣的話 漲了沒 還沒有耶 可是後續它有這麼一大段的空間耶 指數的漲幅就20幾%了 那你更不用講說個股的漲幅會有多恐怖嘛 但是你到現在 大家全部都在討論它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說 其實資金它也在做移轉移動 移動到哪邊 移動到我剛剛跟你講的 是不是電機類股裡面去了 你有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你有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去抓到這些資金的流向 你有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去抓到這些未來的方向 如果你都抓不到這些資金的流向 你怎麼樣成為一匹狼 一匹在股市中的狼 你可以成為我們團隊中的一員 你可以跟著一個 懂產業有技術分析的能力 又知道資金流向的團隊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一個投資的新典範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右下方的Light 8 跟著我們一起來分享股市上面的一些資訊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下個階段繼續開始 公開運印章 頂級手工銀行硬件 公式將材質100種 期待章胎毛筆免費鷹額立法 台北29226422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同住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同住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核心操盤團隊 同住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年紀 有下榮 Влад 請坐最終見 請坐好 欺探 請坐好 請坐還有請坐 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条影 我就是我 竹北高铁核心特区 中越一品花园 大家好 我是红准 欢迎您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那你对于股票上面 或对于行情上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到FB上面搜寻台股直播室 然后加入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粉丝 那我们都可以在上面为大家回答 就是你所询问的问题 甚至说盘中任何一个老师 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那只要有老师 他发现他有看到你们的留言的时候 他就会帮你做一些回答 那回到行情方面我们来看 台北股票市场目前还是小涨20点 在这个行情非常震荡的过程之中 我送大家一句话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拉回的时候 你才能找到未来的明日之星在哪边 所以指数的涨跌不是最大的关键 最大的关键在于你的心态跟操作 如果你的心态是正向的 你的操作是正确的 你就能够避开风险 你就能够逢凶而化气 所以你要找到产业面在哪边 你要找到资金的流向在哪边 你要知道现在到底哪一些股票是最流行的 所以在行情拉回的时候 我说现在的资金主流不在电子股上面 如果你要操作电子股的话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个题材 那个就是涨价 涨价题材它会蓄微有没有 我一直讲很久了 我说涨价 涨价 涨价 科技类股都可以涨价 为什么科技的指数 科技的电子 那些电子零主线可以涨价呢 它的产业没有出现改变 就是在汽车使用的电子的量 开始大幅的增加 那这些汽车使用的量呢 它是原本包括手机至少1000倍以上 那这些电子零主件的需求大增之后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供给量完全没有办法去弥补 它那个所产生出来的需求量 所以在需求非常的紧俏的情况下 需求供给非常紧俏的情况下 价格当然就上来了 简单来说就像我在卖卤肉饭好了 那我现在全部的 整个你的那个商圈里面 只有你一家在卤卤肉饭 那大家突然之间 整个上班族 大家都很想吃卤肉饭的时候 你的卤肉饭是不是就可以涨价 同样的如果说 现在很多家在做竞争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涨不起来了 所以能够涨价的那家卤肉饭 是不是具备了一个 非常强的竞争能力 那为什么这些 这些资金愿意去投注在 这些涨价题材里面 因为他知道 当我的产品涨价之后 我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我的获利自然就会增加 所以你在看这些涨价题材的时候 我要特别的提醒你的地方 就是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里面呢 龙头是谁 那就是2327的国具啊 今天是不是再度往上突破 准备要创新高了 有没有 今天继续往上涨了 这边做一个小扶修证 因为他在反映他的背离嘛 背离乃为操盘手支最大警讯 背离完之后开始 一回撤月线就开始准备继续反攻 但是最强的是谁 最强的当然就是 昨天有朋友在询问的 3090日电帽啊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来到59块 59块 可是我们在什么时候 就告诉你了 如果你有长期收看我的节目的话 我们就是买在34块半不是吗 那你这档股票 为什么它会有 为什么市场上面会对它那么青睐 就我刚刚讲的 它的产业面出现的改变嘛 它的筹码面非常的清零 所以相对来讲 这些资金愿意去投注它的时候 当然它就有涨价的空间啊 价钱当然股价当然就会涨啊 它反映的就是这个啊 涨价题材嘛 涨价题材啊 所以我们在看的内容 我们在做的一些资金的流向面呢 就是要告诉你说 产业面是怎么移动的 技术面是怎么走的 然后资金面到底是怎么样在移动的 这都很重要啊 所以呢当资金在移转移动的过程之中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弱势的族群 你一定要做避开 弱势股你一定要做避开 否则你看今天呢 大盘目前呢 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是差不多的喔 那跌停板加速却越来越多 16加了喔 涨停板的加速只有13加 但是跌停板的加速却越来越多 来到了16加 那很多的强势股啊 你昨天去追喔 今天都不见得赚得到钱 比如像说1519嘛 华晨有没有 昨天是不是拉到涨停板 今天也是就这样掉下来了 那你昨天去追 很多人去追什么 因为风力发电的关系 所以很 所以它会有很大的订单怎么样的 然后每个人都冲进去买 但是冲进去买的过程之中 自然就会让它股价过热嘛 那我们要买的 就是要长期做一些布局 一定要有布局 你才会有收割 那你布局的时候 你就要看准 看对那个方向 那风力发电 这个是一个政策 政策面的带动的产业 产业讯息 产业题材 那最强的当然就是他嘛 尚伟投控啊 那一样 跟我们在板卡族群一样 当我的龙头长不动的时候 你那些落后不长的族群 你要相对来讲 要特别的小心啊 要特别的小心 那我们现在要找的 就是说资金 真的有在做布局的 比如像说 我刚刚跟大家谈的 我最近最强势的是哪一个地方 就是贵买电机的嘛 贵买电机 电机机械 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强 因为现在有一个 自动化的过程 手机他会智慧化 汽车他会智慧化 那未来的生产啊 工厂里面他也会智慧化 那智慧化他会用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物联网 那第二个呢 就是自动化的设备 所以整个工具机的需求 其实一直在蓬勃的发展 日本的现在包括在线性滑轨的部分 滚租螺承的部分 其实现在啊 都非常的缺货 那甚至说有的交期 必须要到一年以上 一年 哪一个厂商可以 让你忍受你的交期 需要到一年 那这些交期这么多 订单这么多 交不出来的情况下 这些厂商势必要往台湾来找 寻找代工的厂商 因为线性滑轨 滚出螺管 这些东西 它是属于非常高精密的产品 那这些高精密的产品啊 在中国大陆 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得出来 那台湾最强的就是谁 2049的上瘾嘛 所以他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那还有谁 除了上瘾以外 还有1597的值得 他们也都是做同样的产品的东西 那这些厂商呢 因为日本那边的订单 他们消化不了 那他们就把订单移转到台湾 所以受惠到整个 几单效应的关系 所以开始有了 市场开始有一些 对于股价上面的联想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市场上面啊 这个需求会这么旺盛 最主要的来源啊 是来自于特斯拉有没有 特斯拉最近那个马斯克啊 昨天跑去睡工厂 他为什么要睡工厂 因为他们的整个Model 3的 那个产量做不出来 整个Takamon的烧 那你东西做不出来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去交货 你怎么会有现金流入 当他现在做不出来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一直赶工 那为什么会做不出来 因为大家都 因为他非常执着于 把他的工厂完全智慧化 那他在完全智慧化 这是他坚持的目标 他认为说汽车生产就要做到这样 所以他大量的使用机器人 他大量的使用物联网的工具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要完全智慧化 你要让那些机械手被安装什么的 一大堆弄进去的话 你花费的时间当然比请人还要更多啊 那你所花费的资金当然会更多 所以相对来讲 为什么特斯拉会这么烧钱 那为什么特斯拉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完全自动化之后 我要增加我的竞争力 所以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他 好像搞不出个什么所以然 但是我认为 等到他真的把他的智慧工厂做好了 然后整个模式可以有办法复制了 那对于整个特斯拉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力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家公司 好像大家都在看空 他就真的一定是不好 现在包括整个外资 全部都在看随他 我认为没有这么糟糕 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他必须要去承受的 他必须要去承受的 那这些承受的 这些时期过去之后 才能够真正的反映 他的竞争能力 但是有一些个股相对会受惠 那有一些个股一定会受害 在行情震荡整理的过程之中 你一定要知道说 现在的资金流向 到底往哪边去移动 落势股要记得去避开 有一些已经 产业面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 开始转弱的一些族群 你一定要去避开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哪一些族群转弱 或者是哪一些族群 是未来的主流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下方有QR Code可以让你扫 那你只要扫了一下 那加入我们 加入我们风行操盘式的 我们会在上面提供 更多的资讯给大家 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下个阶段 由我们维旭老师 来为大家做服务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解答 盘中其实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